南阳府上的刘夫人一向暧昧 头发保养的乌黑正亮 人虽然三十有余 皮肤却仍旧白里透红 要说刘夫人这般容貌如何保养 必然是银子堆出来的 府上其他妾室纷纷看不惯刘夫人的所作所为 说是刘老爷在外辛苦赚钱 刘夫人不懂得养家就算了 还这般花钱如流水 更是你一言我一语谈论起刘夫人的身世 明明出身方理 却频频装清高之类的话语 为此刘夫人愈怒 抬起巴掌教训了一顿说闲话的妾室 有妾室跑到刘老爷面前哭诉 刘老爷确实不以为然 说着刘夫人乃是刘老爷的发青 从刘老爷没钱没事的时候就跟着他 如今刘老爷有了本事 自是不会亏待了刘夫人 大家好 这里是关山太保 我是主播于连州 如果喜欢我们的故事 那就订阅我们吧 接下去继续今天的故事 见过了刘夫人的厉害 切实在人前自是不敢再多说 私下里念叨几句 也不敢在刘老爷面前 说一句刘夫人的坏话 众多妾室里面倒是有一个明白人 同时也是个聪明人 其他人说刘夫人坏话的时候 他就说刘夫人好话 更是常常在刘老爷面前 夸赞刘夫人 久而久之 刘夫人便注意起这位妾室 这女子不是别人 正是刘老爷新找来的小妾 名幻翠柳 和刘夫人一样 出身不好 遇见刘老爷的时候还在坊里弹着琵琶 身段妖娆 歌声魅惑 一开始听闻翠柳的时候 刘夫人心中不由的产生一股醋意 可见到翠柳真面目的时候 刘夫人便放下了心 翠柳虽是坊里的歌女 可模样却是一言难尽 平日里翠柳都戴着面纱世人 一次刘夫人无意间看到翠柳摘下 发现翠柳长着一张方块脸 皮肤黑幽幽的 十分难看 刘夫人心中一喜 当时对翠柳便产生了好感 刘夫人总觉得 自己好似从哪里见过翠柳一般 虽然生得一张陌生面孔 但那样的熟悉之感却不可阻挡 不过这样的感觉转瞬即逝 在刘夫人看来 自己貌若天仙 围在刘老爷身边的阴阴艳艳艳 有些也毫不逊色 倒是这位翠柳不同 根本对刘夫人构不成威胁 这天吃饭的时候 刘夫人特地将翠柳叫到了主桌上来 更是好心好意的让翠柳坐在了自己旁边 这样的行为 让翠柳感到受宠若惊 其他妾是气得牙根痒痒 却也不敢多说什么 其实刘夫人是故意让翠柳坐在自己身边的 目的就是让翠柳和自己形成鲜明的对比 刘夫人一边吃饭 一边盈盈笑着 这般美貌当真是让人眼前一亮 只是刘夫人却总感觉背后有一双眼睛在看着她 看着她背后凉嗖嗖的 刘夫人不禁打了个寒颤 慌忙扭头去看 却发现身后什么也没有 只好又扭过头来 一顿饭前半截刘夫人吃得还挺开心 后半截刘夫人怎么也安不了神 只好提前离开了饭桌 见刘夫人走了 翠柳也起身朝着刘老爷说道 刘老爷 夫人怕是有些不舒服 翠柳去看看她 刘老爷醋眉 也有些担忧地望着刘夫人离开的方向 便摆了白手 示意翠柳赶紧跟上去 刘夫人走得很快 翠柳紧紧跟在她身后 刘夫人不知身后跟着的是翠柳 只听到身后有急急的脚步声 她也不敢回头 就那样闷着头一直往前走着 一直走到房门口 翠柳这才拍了拍刘夫人的肩膀 吓得刘夫人浑身一颤 这才慌忙扭过头去 一看身后站着的不是别人 而是翠柳 刘夫人便松了口气 此时的刘夫人也没了往日的风范 一脸惊慌地四处张望了片刻才说道 既然是你 为何一开始不说话 偷偷摸摸地跟在我身后做什么 翠柳一看刘夫人动了怒 连忙解释道 夫人误会了 方才老爷担心夫人不是 这才叫翠柳迎出来看看 翠柳见夫人面色不好 可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刘夫人摆摆手 无妨 许氏累了 休息一会儿就好了 翠柳见刘夫人有意隐瞒什么 也没拆穿 反而笑道 既然如此 不如让翠柳伺候夫人您 缓解一下疲劳 翠柳见刘夫人没有说话 许氏默认了 便让刘夫人坐在椅子上 自己则是来到刘夫人身后 为其捏起了肩膀 翠柳的手很软 捏起来也十分的舒服 刘夫人很快便有些昏昏欲睡了 然而就当她快要睡着的时候 先前那种被人盯着看的感觉又回来了 刘夫人浑身一颤 猛地睁开双眼 将翠柳正脱开之后 便朝着四周望去 却是什么都没有 可冥冥之中 刘夫人总觉得有一双眼睛在死死盯着她看 刘夫人心有余悸地拍了拍胸口 见翠柳一脸担忧地看着她 刘夫人只好叹道 今天不知怎么回事 总觉得有人一直盯着我 盯着我几倍发凉 可我回过头去 却什么也看不到 翠柳啊 你说我是不是这上了什么脏东西 刘夫人的一番话 却是让翠柳扑吃笑出了声 夫人说笑了 这世上哪有妖魔鬼怪之说 都是自己吓自己罢了 有句话说得好 不做亏心事 不怕鬼敲门 夫人这般美丽善良 定是不会害怕这些才对 翠柳话音落下 刘夫人不知想到了什么 眼神有些飘忽 不过却是转瞬即逝 很快的 刘夫人便露出了笑容 是啊 没错 深正不怕影子歪 许是夫人进来累了 其实翠柳进门之前 就听说过夫人 夫人貌美 就连翠柳都想一睹芳容 便特地请最好的工匠 打造了一面镜子 想要送给夫人您翠柳说着 十分谄媚的 将一个巴掌大小的镜子 从衣襟中拿了出来 刘夫人见过世面 自然是对一面镜子提不起兴趣 只是瞥了一眼 便准备收回目光 然而仅仅是这一眼 刘夫人便被这镜子吸引住了 镜子巴掌大笑 背面还印刻着绘色难懂的符纹 和普通的铜镜不一样 这面镜子照出的人十分清晰 刘夫人拿起镜子望着自己 不禁看呆了 刘夫人从未这般清楚地看过自己 相比之前自己的铜镜 这个镜子里的自己简直太美了 而这镜子也仿佛有一种魔力一般 吸引着刘夫人的视线 刘夫人对翠柳送的镜子爱不释手 无论走到哪里 都会拿出来照一下 久而久之 她便再也离不开这面镜子了 不过很快的 一件离奇的事件便发生了 一天夜里 刘老爷来到刘夫人房间 想要和刘夫人好好温存一下 然而刘夫人一直坐在镜子前不动 刘老爷好奇 便弯腰从身后抱住了刘夫人 刘夫人娇称道 哎呀老爷 别闹 你看这镜子里 我是不是特别好看 刘老爷嘿嘿一笑 我的夫人不止镜子里好看 怎么看都是个大美人儿 说着 刘老爷便要凑近亲刘夫人一口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 刘老爷余光撇到镜子映射出来的画面 却是一愣 紧接着他大叫一声 赶忙后退几步 险些摔倒在地 紧接着又不确定的 再次将脸凑近镜子看去 刘老爷瞪大了双眼 仰手就要将这镜子摔了 刘夫人却是先他一步将镜子拿了起来 这镜子实在怪得很 因为镜子里只能看见刘夫人一个人 其他人却看不到 而且刘老爷还发现 镜子里的刘夫人 和眼前的刘夫人大不相同 眼前的刘夫人扭过头来了 镜子里的刘夫人却还在盈盈笑着 仿佛镜里镜外有两个刘夫人一样 刘老爷脸色大便说道 这镜子不对劲 究竟是哪里来的 这个你就别管了 总之啊 别想打我镜子的歪主意 刘夫人将头扭到一边 小心翼翼地将镜子再次摆在面前 这时候 刘老爷在看 奇怪的事情又发生了 先前镜子里还看不到自己 这时候自己的身影却又出现在镜子里了 刘老爷拿起镜子翻来覆去地看了看 都没有发现任何端倪 想着方才或许是自己眼花了 刘老爷便放下心来 抱着刘夫人就亲热了起来 夜里的时候 刘夫人从梦中惊醒 一摸身边 早就没了刘老爷的影子 刘夫人翻了个身准备继续睡 可却怎么也睡不着了 先前被人盯着的感觉又来了 刘夫人悄悄睁开眼 紧张地向四周望去 突然 她看到有一抹绿光在床前闪烁着 刘夫人定睛一看 这绿光不是别的 而是一双绿油油的眼睛 刘夫人吓得不敢动 死死盯着那双眼的方向 而那双眼似是察觉到刘夫人的目光 微微咪了咪 就朝着刘夫人迎了过来 刘夫人吓得大叫一声 慌忙将将自己蒙在了被子里 不知过了多久 刘夫人见屋子里没动静 这才敢露出头来 只见那双眼睛从刘夫人面前掠过 静止朝着镜子飞了过去 紧接着 便和镜子融为了一体 刘夫人震惊地望着眼前的一幕 屋子里再次恢复了平静 刘夫人小心翼翼地走到镜子前看了又看 怎么也找不到刚刚的那双眼镜 就在刘夫人疑心要将镜子放下来的时候 镜子忽然升起了黑雾 紧接着镜子里就出现了一个人的身影 刘夫人下意识地朝身后望了望 身后没有人 可镜子里那人却离刘夫人越来越近 待那人走近一看 刘夫人这才发现 镜子里那张脸竟然是翠柳 你怎么在这里 刘夫人颤颤巍巍地说道 镜子里的人没有说话 却见那人从翠柳的脸 缓缓变成了刘夫人的面孔 镜中人盈盈笑道 刘夫人 虽然你貌美 但想必你在家中过得并不舒畅 丈夫的花心 和窃室的过躁 都让你分外难安 对吗 刘夫人一开始还有点害怕 但见此人仅仅在镜中显现 并不能威胁自己什么 便冷笑一声说道 是又怎么样 我可以帮助你排除困难 让你不再有这些烦恼 只要你答应我一个条件如何 镜中人笑道 刘夫人有些动心 但没有直接答应 而是问道 什么条件 条件不高 只需要你每天我镜子上滴一滴血就可以 这个交易你看如何 镜中人谄媚一笑 那张脸和刘夫人一模一样 仿佛有一种魔力一样 吸引着刘夫人点了点头 刘夫人心想 不过就是一滴血 倘若这样做了 真的能将那些烦人的妾室解决了的话 那么这并不算什么难事 就这样 刘夫人一天一滴血放在镜子上 而那些妾室就像着了魔一样 纷纷闹着离开了刘府 到最后就剩下翠柳一人还在 不过在刘夫人看来 翠柳并不算威胁 可刘夫人却发现 刘老爷的目光不再在他身上停留 而是放在了翠柳身上 刘夫人不免有些气愤 自己生的这般貌美 她翠柳怎么比得上 刘老爷这是瞎了眼才看得上翠柳 但事实上 刘老爷确实是瞎了眼 对刘夫人一改从前 视而不见的态度 让刘夫人崩溃不已 这天夜里 刘夫人在镜子上滴了一滴血后 镜中人便浮现了出来 刘夫人说 我现在看那个翠柳也十分不顺眼 你为何不将它一起除掉 镜中人却毫不在意地说 你也说了 不过是区区一个丑女人 如何跟你比 那翠柳我也看了 确实比不过你 但是呢 你若想除掉翠柳 也不是没有办法 就看你愿不愿意这样去做了 刘夫人眼睛一亮 连忙问道 什么方法 换上翠柳的衣服 让翠柳再穿上你的衣服 这样你们两个换过来 刘老爷的心也不就回到了你身上 镜中人说道 刘夫人虽不知镜中人为何要他这样做 但看在先前如此成功的份儿上 刘夫人便信了 第二天一早便偷偷溜进翠柳的房间 将自己的衣服和他的衣服换了过来 说起来也是奇怪 刘夫人将翠柳的衣服穿上之后 刘老爷子眼中就看到了他 虽然不似从前那般宠溺 可这也让刘夫人心中生起了一丝希望 然而当刘夫人夜里照镜子的时候 却赫然发现 自己的脸竟然变成了翠柳的面容 而翠柳则是变成了自己的模样 刘夫人大吃一惊 慌忙来到镜子面前询问 可镜中人却再也没有出现过 刘夫人不知为何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以为是自己穿上翠柳衣服的缘故 但是无论衣服她是脱下还是穿上 自己的脸再也回不到从前了 就这样 刘夫人在镜中人的蛊惑下 一步步将自己和翠柳互换了身份 如今刘夫人发现端倪 却是为时已晚 刘夫人如梦初醒 这面镜子是翠柳给的 而翠柳现在受益 后来者居上了 难道说这一切都是翠柳打敌好算盘 刘夫人越想越不对劲 望着镜子里已经变成翠柳的自己 刘夫人心中生寒 听闻有一老道士云游至此 刘夫人赶忙带着镜子前去 刘夫人将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 一五一时的告诉了老道士 老道士接过镜子脸色不禁一变 再看背后的符文 不禁惊道 将心咒 你这镜子不对劲 如今镜邀已经达到了目的 想必不出三天你便会病入膏肓 到那个时候 神仙都救不了你 刘夫人 见你并没有做过伤天害理之事 有一方法老夫告诉你 遇见翠柳的时候 把镜子摔碎 一切就恢复平常了 但你要记住 不要再去照镜子了 刘夫人赶忙频频点头 准备回去找翠柳算账 然而还没到房前 刘夫人便听到了一阵 稀稀疏疏的谈话声 是刘老爷和翠柳 窃窃私语的声音 其中还夹杂着翠柳娇称之声 刘夫人捏紧了拳头 却不敢打草惊蛇 而是戳开窗户指向屋中望了过去 这一看 刘夫人差点惊叫出声 屋中哪里有翠柳的身影 分明只有刘老爷一人 而刘老爷此时此刻对着空气说话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他明明听到了翠柳的声音 为何却看不到他的人 刘夫人想到这里 下意识看了一眼手中的镜子 虽然看不到翠柳的身影 但刘夫人感觉翠柳就在这附近 当即刘夫人不敢再耽搁 手上一扬 便要将镜子摔碎 镜中人似是察觉到危险 赶忙急声说道 刘夫人慢着 你想达到的目的 本静腰都助你实现了 如今你这般做 莫不是要过河拆桥 夫人 你还想做什么 本静腰一定会帮你实现 刘夫人却是冷笑一声说道 不用了 我不会再相信你了 说着话 手中镜子摔碎 顿时一阵撕心裂肺的声音传来 与此同时 房间里也渐渐显现出翠柳的身影 再见到翠柳 她浑身已是伤痕累累 破碎不堪 和镜子的下场一模一样 翠柳呵呵笑着 没想到还是被你发现了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我自认为你进刘家以来 我并没有刁难过你 刘夫人问 刘夫人 你可还记得我说的那句话 不做亏心事 不怕鬼敲门 刘夫人心中若是无鬼 怎会被利用 也是 想来刘夫人高贵 怕是早就把当年的事情忘了 那翠柳就提醒你一下 翠柳说着 面上的皮肤就像碎裂的镜子一样 慢慢掉落 露出了一张神似刘夫人的面孔 见到这张脸 刘夫人不禁一睁 你 你是妹妹 翠柳勾唇一笑 是啊 我的好姐姐 当年家乡遭遇泥石流 只有我们两个逃了出来 我们躲进一处山洞之中 后来到山洞之中的人越来越多 我们遇到了一伙歹人 我奋力上前保护姐姐你 可姐姐呢 却是趁乱逃了出去 将我一人留在了那里 姐姐 你知道那几日我是如何度过的吗 所以我恨你 可随着时间流逝 我发现我没有那么恨了 就在这个时候 刘老爷出现了 我发现所谓的刘夫人 正是当年逃走的姐姐啊 姐姐过着滋润的生活 而我却在坊里做着歌女 我心中不甘 便和静腰结了契约 引你上钩 可天公不作美 不知道为什么老天爷要这般对我 为什么你每一次都能顺利逃过劫难 为什么 翠柳说到这里 双眸通红 看着刘夫人的目光 横力无比 而刘夫人却是无奈笑道 翠柳啊 你误会了 当年我和那帮劫匪说好 只要我答应他们的要求 他们就会放过你 所以我被送去了方里 而你留在山洞之中 果然还是我太傻 竟然轻信了坏人的谗言 才让你我姐妹二人误会至今 造就了如今的悲剧 翠柳 别再执迷不悟了 翠柳贪作在地哈哈大笑起来 原来一切都是她的误会 不过也正是这一场误会 让姐妹二人再次相聚 静腰被除掉 翠柳和刘夫人虽然都受了伤 但在老道士的精心调养之下 也渐渐恢复了 而刘夫人有意让翠柳留在自己身边 翠柳则是拒绝了刘夫人的好意 后来再遇良人 而刘老爷也改过自新 姐妹二人终于过上了幸福快乐的生活 世上并没有十全十美之人 刘夫人虽然善渡 但却在关键时刻 舍身救了妹妹 也正是因为当年的善意 才救了刘夫人一命 而刘夫人之所以善渡 其实跟她的经历也脱不了关系 好不容易跟着刘老爷过上了好日子 却有了那么多的竞争对手 俗话说得好 女为悦己者容 但刘夫人暧昧 一方面是为了自己 更大的一方面 却是为了讨好刘老爷 保留自己在家里的地位 而静腰正是利用刘夫人这样的心理 才一步步又其上钩 差点害了刘夫人 再看翠柳 翠柳和刘夫人本是姐妹 因一个误会 差点酿成大祸 如此看来 在现实生活中 我们做事不能冲动 凡事都要三思而后行 一步错 步步错 做事也要有自己的主见 不能一味只听他人言 否则只会害人又害己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喜欢的话请给我点个赞 别忘了订阅和分享 谢谢你的支持 感谢观看